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我在参加一场无聊至极的明媛下午茶聚会。 确切地说,是众明媛PK落单的金丝雀。 我之所以能以上部的台面的身份,加入这样的明媛圈。 是因为我跟的那位祖宗,是金字塔尖上耀眼明珠一样的存在。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就是这个真理。 但我这个人是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最大的优点就是食食物,拎得轻。 所以,哪怕跟了谢金北快两年,是他养得最久的女人。 我也从来不飘,不得瑟,不自以为是。 此时,我就十分识趣地坐在最不起眼的角落,津津有味地吃着盘子里的马卡龙。 可话题的中心,不知什么时候又转移到了我身上。 堂堂,我们都挺好奇的,谢先生平日看起来那妖精于高楼,他在床上不会也这样吧? 是啊,堂堂,他看我一眼我都发抖,你难道就不害怕他吗? 谢先生撕下胸吗? 他这么难搞,你是怎么把他弄到手的呀? 偷偷问一句啊堂堂,谢先生,那方面是不是很厉害? 我手里的叉子都忍不住抖了一下。 爷,也就那样,普普通通吧。 怎么可能? 谢先生怎么看也不可能是普普通通那一挂的。 谢先生平日工作很忙的,我们也很少见面。 我直舞几句,正坐立难安,手机忽然响了。 看到屏幕上亮起金主爸爸四个字,我大松一口气,赶忙起身走到一边接听。 谢金北的声音带着狠淡的倦意响起,在外面喝茶。 嗯,还逛了一下商场。 买什么东西了? 买了包包和一条项链,再去买条新裙子。 刚买过的,睡裙。 谢先生,我的脸烫红一片,做贼一样看向四周,赶忙关掉了免提。 一小时后,我去接你。 谢金北一向少言,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正好借机提前告辞,又去商场买了新裙子。 睡裙。 很性感的睡裙,黑色的,丝绸的。 胸口很低,两边开叉很高。 若隐若现坠着蕾丝。 谢金北最喜欢的那一种。 刚上了他的麦巴赫,谢金北就示意我上来。 我乖乖爬到他膝上坐好。 刚坐过全身护理的身体,光滑雪白,香气撩人,柔弱无骨地危在他怀中。 谢金北显然很受用,摘了眼镜,随手放在储物盒里。 修长的手指就握住了我的腰,长肉了。 他捏了捏,口吻却好像很满意。 这几天吃得有点多,我明天就减肥。 哪怕跟了他快两年,但这样亲密接触,我还是有点害羞。 耳根都红了一片。 不用减肥,这样就很好。 谢金北握紧我的腰,我乖乖扶在他胸前。 谢先生,您刚出差回来,还来接我,很累的吧? 那你今晚是不是该好好犒劳我? 我有些羞愤地抬眸看他,您不是该养精蓄锐才对。 谢金北倾笑一声,手指勾住我的肩带缓缓拉下。 江出堂,我看你真是长能耐了。 我是心疼谢先生的身体,谢金北的眸色一寸一寸从我脸上往下滑。 他抬起手,指尖拨弄了一下我衣巾上精美的刺绣。 也是,毕竟普普通通,满足不了我们身交肉贵的江小姐。 我性谋莫莫的圆征,搂住他静腰的指尖都凉透了。 谢金北,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求饶了。 我绵软的指尖,根本攀附不住他,垂落在床侧。 谢金北低头,再次稳住我微肿的唇。 谢先生,我勉励睁开湿漉漉的眼,眼底一片飞涩的水雾。 唐唐,谢金北放开我,却又在我耳垂轻咬了一口,放心,你男人就算工作在忙在累,睡你的力气还是有的。 我心里忍不住骂了一声,牙字必爆,自负傲慢,看起来高不可攀,冷淡金贵。 可实则脱了衣服,就是衣冠禽兽。 毕竟谁能想到,人前衬衫扣子扣到顶,不苟言笑的谢先生。 人后最喜欢的情趣,却是让我亲手帮他解扣子。 第二天我起床时,谢金北早就不在了。 反正作为被豢养的金丝雀,日常就是花钱和浪费时间。 我干脆直接赖床到了中午,无聊刷微博的时候,却刷到了一个热点。 新晋人气画家诗念即将回国开办巡回画展,第一站,北京。 不知为何,诗念这个名字,莫名让我觉得熟悉无比,总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 我在搜索框里搜了一下诗念的名字,却怎么都没想到,关联的第三个词条就是,诗念,谢金北。 我将硬币点开,只有一条微博,这才是我眼里的豪门大佬和他的白月光。 配图是一张模糊的合照,却也能看得清,男人高大英俊,女孩娇小美丽。 他望着镜头笑得温婉,男人却温柔地望着他,他的肩上还披着男人的大衣。 我关掉手机,闭幕躺在床上,脑子里涌入的信息越来越多,直到最后,画面定格。 我肚腹高龙,苍白憔悴地躺在床上,谢金北挽着诗念站在我面前,两人的左手无名指上都带着婚戒。 谢金北的声音冷得十股,将出堂,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我会给你一个亿。 念念伤了身子不能生育,这个孩子以后就是他的。 拿着这些钱,永远不要再回国。 你该清楚,孩子拥有念念这样的母亲,才是他的福分。 原来,我只是梳理一个凄惨的工具人,拿了一个亿离开的我,后来却又不甘心,偷偷回国想要抢回自己的孩子。 可我生下的孩子,只和诗念亲。 他根本不认我这个亲生母亲,反而以我为耻。 我受不住刺激,越来越疯癫。 到最后,甚至想要顾凶杀了诗念。 最终被谢金北亲手送进了精神病院,没几年就死在了里面。 这就是我在书中的结局。 而现在,诗念即将回国。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是昨晚那样疯狂的一夜,我才有了孩子。 昨晚最后两次,也是我和谢金北在一起近两年。 为二的两次没有用安全措施。 其实,这一切都是谢金北的计划吧。 为了诗念,为了给他一个孩子。 往日只要在京,谢金北再晚都会回来。 可这次不同,已经连着两日,我都未曾见到他人影。 我给他发的微信,都时辰大海。 大区的电话倒是接了,一如既往的严谨一概。 这几天,公司很忙。 你在家无聊,就出去逛街喝茶。 乖,记住,不许减肥。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过两天就回了。 谢金北挂了电话,我的账户上却多了五百万。 他给我发了微信,想买什么就去买。 其实之前谢金北给我转账,我都会发很多轻轻的表情包。 或者是说一大堆的甜言蜜语,尽职尽责地做好金丝雀。 哄得金主爸爸开心开心。 但这一次,我盯着对话框,好一会儿才发了两个字,谢谢。 谢金北一如既往没有回复。 第三天傍晚,我在电视上看到新闻。 京圈一向身居剪出低调神秘的大佬谢金北,忽然高调现身机场接人。 而他接的人,正是传说中的初恋失念。 新闻画面里,谢金北和失念被许多保镖牢牢护在中间。 全程我几乎没有看到失念的脸。 谢金北把他保护得真好。 不像我,京圈各种八卦小报上,三五步时都有我的照片和偷拍的视频。 捧在手心里疼得初恋,和玩物一样的金丝雀。 当然不可能有一样的待遇。 我关了手机下楼。 庸人早已准备好了晚餐。 不用等先生,他今晚不回来了。 我在餐桌边坐下,拿起筷子开始享用美食。 我吃得很认真。 毕竟,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在谢金北的别墅里吃大餐了。 谢金北说过两天就会回来。 他从来都是说话一言九鼎的人。 所以,我选择在思念回国那晚,他正和心上人浓情蜜意,根本想不起我时离开。 衣服首饰我都没有带。 谢金北之前给我的卡也放在原处。 但我有另外一张银行卡,在我名下,有将近八位数存款。 是谢金北送我的第一套房子,卖掉的钱。 我妈早就死了,我爸十几年前就娶妻生子,和我断了联系。 离开北京,一时之间我还真不知道去哪儿。 干脆随便买了一张机票。 临上飞机前,我的手机忽然响了。 这两年,我从未漏接过谢金北一个电话。 可这一次,一直到铃声结束,我都没有接听。 他自然不会打第二个电话过来。 我直接关了机,取了手机卡掰断。 拎着箱子,登上飞机闲梯时,我忍不住回头看去。 北京的夜,连星星都没有,雾霾好重。 其实,我真的不喜欢北京。 我只是喜欢北京城里的某一个人而已。 此时,谢金北点了支烟,再次拨了一个烂熟鱼心的号码。 意外的是,听筒里传来了冰冷的女声。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谢金北微醋眉,再次按了拨号键。 亦如方才。 他掐了烟,转身,大步走回包厢,伸手拿了外套向外走。 失念起身响蓝,谢金北却避开他的手。 你们拒,改天我做东。 金北,失念渲然欲气。 谢金北大步离开,头都未回。 他上车,车门还未关好。 就沉声吩咐司机,车开快一点,回一号院别墅。 车子急迟向前,快到时,急雨突至。 司机从后视镜向后看了一眼,握紧方向盘越发专注,半点不敢减速。 好在一路有惊无险。 最后平稳驶入别墅大门,直接停在主楼下。 庸人早已等候在外,成了黑色大伞上前来接。 谢金北弯身下车,第一句问的就是,小姐呢? 小姐吃过晚饭,就上楼休息了。 谢金北微松口气,可步子未停,进了主楼。 厅内没有亮灯,楼上也是一片安密漆黑。 她心底有些微妙的一样。 这两年来,江初堂从不曾漏接她的电话。 每次她回家,不管多晚,客厅的灯都会留一盏。 二楼回廊里,也总会亮着一盏夜灯。 庸人蹲下身,要帮她换鞋。 谢金北却抬手制止,我上去看看她。 别墅内四季恒温,她却连外套都没顾上脱, 静自往楼上走去。 主卧的门虚掩着,内里一片漆黑。 谢金北站在门外,修长手指握住门扶手。 一时之间,竟有些莫名抗拒推开。 雨声渐大,思绪被拉着回归。 谢金北推开门,堂堂。 但室内无人回应。 床上的被子叠放整齐,两个枕头一如之前那样亲密紧挨。 床榻却空无一人。 谢金北在门边站了一会儿,方才迈步走入室内。 灯光明亮扑开一室。 眼前一切,熟悉如旧。 甚至他的庄台上,那些日常用的瓶瓶罐罐,都保持着原样随意摆放。 但台面上,却放着几张银行卡,还有一张便尖纸。 他的心突兀的一尘。 拿起便尖纸打开,上面只有很短的两行字。 谢先生,两年来,承蒙观照,不胜感激。 余生愿您平安顺遂,幸福圆满。 将出唐流。 谢金北缓缓放下那张纸。 镜子里映出他的脸。 陈素,疏冷,眼底没有半点的波澜起伏。 可唯有他自己知道,那股无名火在胸膛内来回冲撞,几乎就要破枪。 他向来喜怒不形于色,性子最是矜持克制。 但此刻将出唐若在他跟前。 他想他绝对会失控,将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谢金北转身向外走。 楼下秘书助手和管家佣人都安静候着。 他眉眼不抬,冷声吩咐秘书将别墅管家佣人全部换掉。 谢先生,一号愿不养闲人和无用的废物。 他默然开口,聊起眼皮,淡淡看了面前惊慌无措的众人一眼。 傅又垂眸,慢条丝里摘了腕上钢表,活动了一下腕骨。 声音却又沉冷了几分,人若全虚全疑好好地回来,算你们走运。 他若是少跟头发,你们知道后果。 谢金北说完就向外走。 雨声轩腾,屋内人只隐约听的一句,去联系航空署那边,查清楚人现在在哪。 飞行途中,我常常会睡得昏天暗地。 记得第一次跟谢金北出差。 我睡的人都傻了,醒来时发现自己整个人都压在他身上。 甚至谢金北肩膀上还有一片可疑的水渍。 当时我羞愤得不行,无措又害怕。 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下飞机就会被这位祖宗给扔和礼位渔去。 但谢金北却并未那样做,甚至一句怪责都没有。 当时他戴着眼镜,在飞机上仍在忙碌处理公务。 见我窘得不行,他声音倒是比往常温柔了几分。 睡好了,睡好了,谢先生。 想不想吃点东西? 我点头,忙又摇摇头。 谢金北却还是叫了餐,又对我道,先吃点东西,我马上就结束。 此后,我曾很多次陪他出差或者度假,几乎每次都会在他怀中睡得香甜。 他性子十分低调,偶尔才会动用私人飞机。 想到私人飞机,我的耳根又开始发烫。 毕竟空间有限,谢金北却是惯会折腾人的。 受不住时,我的声音大抵也不小。 要不然那些乘务人员也不会在我下机时,都不敢正眼看我们。 跟他在一起,直到现在。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坐飞机出行。 大约是习惯了在他怀中沉睡,所以才会这么快就惊醒。 机舱内在播报着飞行状况。 起飞没多久就下了雨,电闪雷鸣,雨势逐渐增大。 已经有很多航班延迟甚至返航。 当广播里说,我乘坐的航班因为天气原因也不得不返航时。 机舱内很多乘客都不满地议论起来。 我听到有人说了一句,这可真是稀奇, 咱们这趟航班还有因为天气原因返航的? 是啊,人家不是常常说,只要天上不下刀,航班绝对不迟到吗? 我心里不欺然涌出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念头。 谢金北那个祖宗承袭了谢臣两家的强大人脉。 背景深不可测,我甚至连皮毛都不曾亏得一二。 但就算这一二皮毛,都是我无法逾越的万丈深渊。 我也从来不敢深想,他究竟有多么匪夷所思的背景。 所以,冒出来的这个念头,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谢金北那样持重内敛的人, 怎会为一个女人做出这样荒唐的行径? 每一年都有无数飞机,因为天气或其他原因不得不返航。 从未曾听说过,有一次,是因为一个女人。 乘客被机场负责人员安置在机场附近的酒店。 我取了行李,随同人流向外走。 到机场大厅时,我却停了脚步。 但一直到天光大亮,谢金北的身影都未曾出现。 我嘲笑自己的自作多情,却又凯叹。 果然,身为书中的人物。 就算小小的支线偏离了剧情, 但总归还是掀不起任何的风浪。 男主角永远都只会和女主角在一起。 炮灰女配永远都是女配。 我再一次拿起行李,再一次踏上飞机。 雨后北京的清晨,难得的空气清新。 我想,这一生一世,我会如书中的谢金北最初西记的那样。 永远都不会再回来北京了。 第二年的盛夏,我在南方小城生下了女儿团团。 并不是书中所写的那个男孩子。 也许是从我离开那一刻开始, 有些东西还是悄无声息地变了。 风起于清平之末。 微末渺小的人意外搅动了全局。 但我没有半点失望, 相反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是女儿, 就算将来她知道了, 也不会跟我抢。 而我, 只想好好守着这个可爱又招人疼的小人, 把我一辈子缺失的东西都给她。 江小姐, 快来看, 团团笑了呢。 月嫂抱了粉色的墙宝过来我床边。 我抬眼看去, 团团睡得香甜, 但睡梦中却还在笑。 团团长得可真好看, 还没满月呢, 就能看出是个美人胚子。 都说女孩像爸爸, 谢金北长得那样好。 她的女儿生得漂亮, 很合理。 我轻轻握住团团的小手, 胸口里膨胀着酸涩的甜, 最终还是被这盛大的幸福取代。 团团长到半岁的时候, 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谢金北。 说来有些奇怪, 就算谢金北再怎样低调, 再怎么不喜在媒体前露面。 但跟她在一起那两年, 我也跟她出席过两三次推不掉的盛会。 曝光率就算低得离谱, 但也不会音讯全无, 全网无踪。 但从我离开北京一直到团团伴岁,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谢金北三个字好像彻底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以至于当我隔着这么一段漫长的时光, 突然在电视上听到她的名字, 看到她的人时, 许久都没有办法回过神来。 她瘦了好多, 本就其常的身躯, 如今更显轻瘦。 肤色有些许的苍白, 仿佛带着一抹病态。 最让我意外的, 是她整个人的气质全然变了。 如果说从前只是高冷沉塑, 不苟言笑。 那现在的她, 却只余下厌世的冷漠。 有记者试图采访。 谢先生, 施小姐的巡回画展刚刚圆满结束, 您二位的喜事是否已惊? 抱歉, 谢先生今日不回答任何私人问题。 谢金北一言未发, 她的保镖和助手早已上前。 十分不客气地隔开了那些记者。 谢金北此时忽然站起身, 竟然直接失礼地离席走人了。 直播画面有些慌乱地切走。 我站在电视前, 在谢金北起身离开那一瞬。 我看到她眼底空气的一片幽深暗色, 心脏仿佛被重重击中, 说不出的闷痛, 直到团团睡醒哭闹起来。 我才从那痛楚中抽离, 将哭闹的女儿抱在怀中。 她戴着泪的小脸紧贴着我。 她的眉毛又黑又浓, 很像谢金北。 她的鼻梁也是一语普通人的高挺, 很像谢金北。 可谢金北不知道她的存在, 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这世上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小人, 是她的女儿, 是江初堂为她生的女儿。 团团十个月的时候, 借了母乳。 她一岁半的时候, 我曾回过北京一次。 念大学时, 曾请了我一个学期早餐的室友要结婚。 她希望我可以参加她的婚礼。 我没有办法拒绝。 这些年, 我经受的恶意很多很多。 但也有人善待我, 关心我, 哪怕很少, 但我也很珍惜。 其实这一次回去, 我有私下打听谢金北的消息。 她的状态有些不对, 我很担心她的健康。 婚礼结束那晚, 朋友打来电话, 那位祖宗据说就要结婚了。 新娘就是那个很出名的新晋画家, 刚办完巡展的。 谢谢你。 对了, 你朋友打听她干什么呀? 我也不太清楚, 总之, 替她谢谢你。 挂了电话, 我好久都没能回神。 直到有道女生惊讶地在我背后响起, 江出堂, 果然是你。 我就说, 背影看起来像你, 果然。 不过你比之前胖了一点点, 胸也变大了。 好气, 怎么好像更招男人喜欢了? 打扮得像颗漂亮圣诞树的年轻女人, 娇称跺脚。 我自然认得, 是从前一起喝过茶, 找我八卦谢金北厉不厉害的名媛之一。 但我不想与从前的人有交集, 礼貌点头后转身就要走。 姚珠儿却又拦住我, 好久都没见你了, 这些日子你去哪了? 抱歉我还有事, 江出堂, 我听人说, 姚珠儿根本不听我说, 拽着我胳膊不放。 整个人都凑过来, 一脸兴奋的八卦, 谢金北当年出车祸, 差点死掉, 你却卷了他的钱, 跑得无影无踪,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你可真牛, 还敢回北京。 我整个人像被浸入了 彻骨的冰水中, 指尖冰凉发颤, 紧紧攥着姚珠儿的胳膊, 指尖都掐进了他的肉里。 姚珠儿疼得尖叫, 推开我, 我却根本听不到, 只是睁大眼, 茫然地问, 你说谁出车祸, 差点死掉。 谢金北呀, 你不知道。 哎呀, 是了。 姚珠儿一把捂住了嘴, 谢家人当初可是下了风, 风口令的, 这事捂得可严实了, 谢金北什么时候出的车祸, 他伤得重不重, 你告诉我好不好。 可姚珠儿却闭紧了嘴不肯再说, 我可什么都没说, 江出堂, 你今晚也没见过我, 我也没见过你, 知道吗? 姚珠儿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我一个人站在原地, 有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 神思都是恍惚的, 直到那一串早就鸣刻在心的号码拨出去时, 我方才骤然回神, 可是谢金北的那个电话号码, 早就成了空号, 我叫了一辆车, 去了一号院的别墅, 那一路上, 我的脑子都是混乱的, 翻来覆去都是姚珠儿, 那一句谢金北当年出车祸, 差点死掉, 差点死掉是有多严重, 怨不得他那样瘦, 脸色也这样不好, 可是团团都一岁半了, 我离开北京, 已经两年多, 两年的时光, 他都未曾调理, 恢复到健康状态, 那场车祸, 又是怎样的可怕惨烈, 我根本不敢深想, 车灯远远亮起时, 我整个人方才突兀地清醒, 我以什么身份, 用什么资格, 再次出现在谢金北的面前, 在姚珠儿这些人眼里, 我是个只贪图钱财的败金女, 在谢金北眼里呢, 我下意识就要转身离开, 可车子却忽然在我身前不远处停了下来, 怎么停了, 车内谢金北不悦地抬眉, 看向司机, 他今晚喝得有点多, 头疼得厉害, 心情更是糟糕透顶, 司机看着车子外, 知无着想说什么, 思念却忽然出声打断了, 好了, 不过是不相干的人, 开车吧, 司机从后视镜里, 看向谢金北, 他仰靠在座椅上, 眸色沉沉, 脸上的表情, 一如既往的厌世不耐, 却并没有制止失念的意思, 司机没有多嘴, 车子腹又缓慢向前, 我站在路边, 看着那辆车驶过, 车速很慢, 后排的车窗忽然降了三分之一, 阴晕的光线里, 我看到了失念那张精致美丽的脸, 还有他身旁, 一闪而过的谢金北的侧脸, 失念的目光轻语一般, 从我脸上划过, 是那样的漫不经心, 和清高孤傲的不屑, 他甚至连一句话, 一个字, 一个表情都不需要, 就将我彻底打败, 这就是女主角的光环, 在谢金北受伤的时候, 一定是失念陪在他身边的吧, 所以本就喜欢失念的他, 自然会在恢复健康后娶他, 麦巴赫驶入门禁, 尾灯的光芒也逐渐地消失, 我颓然地转过身, 一步一步走入夜色深处, 一号院别墅, 失念上前想要搀扶喝醉的谢金北, 却被他扶开了手, 历叔, 你安排司机送失小姐回去, 他没看失念一眼, 步伐有些不稳地向主楼走, 助理忙上前搀扶, 谢金北没有推开, 失念站在他身后, 心底不由一片酸楚, 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明明在他回国后, 谢金北会顺利成章地 重新追求他, 娶他为妻, 甚至连他无法生育都不在乎, 可如今, 已经两年了, 谢金北对他, 仍是没有丝毫超脱于友谊的情愫, 更甚至, 如果不是在他车祸后复健那些日子里, 他不管不顾, 执意陪在他身边, 兴许他对他的态度会更加冷淡, 失念难掩, 失望递上了车, 谢金北却直接去了二楼, 主楼在去年他车祸入院那段时间, 重新装潢不知过, 主卧的摆设和格局也全都变了, 谢金北挥手让助理回去, 他在沙发上坐了片刻, 又起身走到套房内的储物间, 里面放了很多女人的用品和衣物, 是失念的, 车祸前他们就已经同居, 他是他的女友, 初恋, 这些都是他清醒后身边人告诉他的, 失念也这样说, 他们是天作之和的一对, 他早晚都会嫁给他, 成为他的太太, 但不知为何, 失念很优秀, 很漂亮, 他并不讨厌他, 但却也并不喜欢他, 酒意上涌让他有些燥热, 他扯开领带, 随手搁在庄台上, 却无意打翻了一个盒子, 盒子里装着两个拇指大的木雕人偶, 一个小男孩拉着一个小女孩的手, 谢金北随手拿起来看了一眼, 正要割下时, 他忽然又停了动作, 小人翻转过来, 底座上刻着很小很小的几个字, 堂堂好喜欢谢金北, 他拿着这对人偶, 站了有快十分钟, 忽然转身出了卧室, 又快步下楼, 历叔准备车子, 不知为什么, 他眼前莫名又闪现一道身影, 站在门禁外路灯下, 孤孤伶伶的那道身影, 车子急迟向外, 一直驶出私家公路, 停在与主路的交汇处, 夜色卷浓, 鸟雀归巢, 除却偶尔车辆经过有喧嚣声, 空气的路上, 再无任何人, 谢金北攥着人偶, 看向那位在他年少时, 就在谢家工作的老司机, 历叔, 你知道堂堂是谁吗? 历叔明显地颤了一下, 但却又笑着将话题岔开, 少爷, 我没听过这个名字呢, 当年的事闹那样大, 谢金北抢救了三天三夜, 差点丢了性命, 先生太太动了大怒, 将出堂这个名字成了谢家最大的忌讳, 谁敢提呢? 谢金北却忽然笑了一声, 我知道, 你们所有人都有事瞒着我, 少爷, 但是没关系, 我会自己弄清楚, 历叔大惊, 少爷, 您知道的, 先生太太为了您之前出车祸的事, 流了多少泪, 费了多少心, 谢金北抬起一双冷漠的眼, 自从车祸痊愈后, 他整个人的气质好似都冷了数倍, 历叔看得心惊胆战, 少爷, 所以, 这一切, 与这个堂堂, 有什么关系? 没有, 没有的, 根本就没有那样一个姑娘的, 谢金北垂下眼眸, 盯着手中的人偶, 他唇角的笑意很淡很淡, 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姑娘的? 江小姐的名字一听就是姑娘的名字, 历叔墨地震住了, 谢金北缓缓抬眼看向他, 哦, 江小姐, 历叔傻眼了, 少爷, 他全名叫什么? 江出堂, 从前跟我在一号院同居的女人, 是他, 不是失念, 对不对? 是, 我出车祸, 是因为他, 当初江小姐深夜离开, 您查了他的航班, 去找他的路上, 因为风雨太大, 才出了严重车祸, 他为什么离开? 历叔全身都是冷汗, 整个人都在抖, 少爷, 你只管说, 放心, 先生太太要追究的话, 我替你担着, 应该是因为失念小姐, 他做了什么? 失念小姐刚回国那几天, 您和他走得很近, 历叔小心翼翼看了谢金北一眼, 江小姐可能是误会了, 吃醋了, 谢金北想不太起来当初的事, 但他可以确定, 他对失念没有男女之情, 至于走得很近, 谢金北微醋眉, 他不太相信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 历叔接着却又扎了一刀, 您给他接封, 又帮他筹办画展, 好几天没着家, 让江小姐独守空房了, 谢金北平生第一次失态, 我又不喜欢他, 我疯了为他做这些, 历叔慈眉善目地笑, 少爷, 您小时候和失念小姐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您还说长大了要娶她, 可后来您长大了, 却不知为何不喜欢失念小姐了, 失念小姐伤心过度, 还自杀过一次, 您心里有愧, 在两家长辈面前保证过, 以后会帮失家和失念小姐一次, 当作补偿, 所以, 您帮他筹办画展, 大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谢金北盯着历叔, 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所以, 我和失念之间, 什么都没发生过, 是不是? 历叔想了想, 据我所知, 是这样的, 少爷, 谢金北忽然松了一口气, 我带着团团去游乐场玩, 两岁多的小小人, 却是个鬼灵精, 走路比别的小朋友早, 说话也早, 如今的团团, 已经可以说出很清晰的长句子了, 团团在球池里玩, 我坐在外面等着他, 商场的电视里, 忽然插播了新闻, 谢金北穿黑色高定商务西装, 戴金丝边框眼镜, 整个人好看得让人晕眩, 却也冷得让人结冰, 没有女朋友, 单身, 未婚, 他冷冷地了一眼面前的记者, 也没有婚约, 未婚妻, 那是小姐, 小时候的朋友而已, 记者面面相去, 这也太划清界限了, 什么是小时候的朋友, 难不成现在连朋友也不算了, 我只觉得心脏都紧缩成了一团, 努力想要保持清醒理智, 努力想要转移开注意力, 但却还是忍不住 盯着电视屏幕上的谢金北看, 而此时, 她的视线也好似穿过屏幕, 落在了我脸上, 我没听记者问了什么, 谢金北微勾了唇, 眼底也染了很淡的一点笑意, 有个前女友, 但她把我甩了, 我手里的包差点掉在地上, 请, 请问谢先生, 能问一下那位小姐甩掉您的原因吗? 谢金北抬手推了一下近况, 声音寡淡, 也没什么原因, 大抵是既不如人, 普普通通的缘故吧, 记者一头雾水, 我却疼得一下整张脸都涨红了, 旁边的人都不认识我, 也没人看我, 关注我, 但我却还是像作贼一样, 用包挡着脸去球池里把团团挖了出来, 抱走, 小姑娘不乐意, 憋着嘴要哭, 给你买甜筒吃, 我只好哄她, 团团立刻就开心了, 排队买完甜筒, 我尽力忽略掉刚才的新闻, 给我带来的强大无比的震撼, 和团团笑笑闹闹地岔开注意力, 我一定是出现了幻觉, 或者是这两天六娃太累做梦了, 可当一辆劳斯莱斯库里男忽然停在路边, 几乎所有人的视线都被吸引时, 我心底忽然警报咒响, 却也不受控地僵硬转身, 团团一边舔着甜筒, 一边也好奇地看过去, 当谢金北从车上下来时, 我清晰听到了身侧传来的抽气声, 而我眼前一片一片光斑在闪, 让我晕眩得几乎无法站立, 好似回到了我出于谢金北那一刻, 他静止走到了我和团团面前, 将出堂, 他是谁? 他指着团团, 视线却定格在我的脸上, 我, 我妹妹, 可爱吧? 我抖着手, 慌张狡辩, 团团默契地看我一眼, 立刻冲上前, 一把抱住了谢金北的大腿, 他手上的冰淇淋, 粘在了谢金北的西裤上, 年年匿匿一大片, 我闭上眼, 一阵绝望, 叔叔, 我姐姐是不是很漂亮, 单身, 未婚, 可追哦, 女儿扬着软团团的小脸, 声音稚气呆萌又可爱, 足可以融化这世上所有钢铁硬汉的心, 但我不确定, 谢金北会不会被触动, 你姐姐, 对啊, 她是我姐姐, 谢金北好似倾笑了一声, 他弯腰, 将团团抱起, 我紧张地抠手, 谢, 谢先生, 谢金北不看我, 只是自顾自斗着团团, 你叫什么名字, 江团团, 谢金北醋眉, 这才看了我一眼, 仿佛在说, 你给我女儿起的什么鬼名字, 几岁了, 两岁多一点, 具体多了多少, 团团立刻求助地看向我, 妈妈, 我是两岁多多少呀, 我一把举起包, 死死挡住了脸, 女儿就算在机灵可爱, 却也根本不是谢金北这个老狐狸的对手好不好, 谢金北抱着团团转身往车边走, 江出堂, 你也过来, 我任命地跟上去, 上了车, 谢金北拿了诗巾, 垂眸认真地给团团擦手, 团团整个人已然完全被他吸引, 叔叔, 你结婚了吗? 没有, 有女朋友吗? 也没有, 团团的小胖手立刻紧紧抱住了他的胳膊, 看看我妈妈吧, 叔叔, 谢金北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嗯, 看了, 是不是很漂亮? 还行, 我忍不住瞄了他一眼, 心里付菲了一句, 口是心非, 面上却老老实实的, 团团的小嘴却扁住了, 我都不知道他这么细精, 那叔叔肯定也觉得团团不漂亮, 谢金北捏了捏他的小胖脸, 怎么会, 你很漂亮, 我和妈妈很像的, 是有点, 团团生下来就没有爸爸, 呜呜呜呜, 团团一边哭, 一边偷偷看谢金北, 叔叔, 你刚才帮我擦手好温柔, 你可以当我爸爸吗? 谢金北拿了纸巾给他擦眼泪, 轻叹, 不是我不想, 是你妈, 不要我, 团团惊呆了, 我也呆住了, 谢金北, 谢金北看向我, 毕竟, 我普普通通, 这个坎, 算是死也过不去了, 把团团哄睡后, 我决定和谢金北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让我放弃女儿抚养权, 是不可能的, 让我把女儿给失念抚养, 更是万万不可能的, 如果非要把我们母女拆散的话, 我宁愿抱着团团, 跳门口那条河, 我怀抱着一腔孤勇, 一副英勇就义的模样, 气势汹汹地走到客厅, 谢金北, 我们谈谈, 谢金北大马金刀地坐在我小客厅的小沙发上, 长腿有些憋屈地伸不开, 正好, 我也想和你谈谈, 他摘了眼镜, 搁在茶几上, 看向我, 将出堂, 要谈什么, 你先说, 我故作镇定, 很有气势地在他对面, 团团的小路椅子上坐下来, 谈谈你当初甩了我这件事, 我一时噎住, 半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可让我怎么和他说, 说我们都在一本书里, 说出来, 我自己都不信, 如果你拿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说服我, 将出堂, 谢金北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你知道后果, 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左思又想了好一会儿, 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只是这个秘密讲出来, 怎么这么可怜又卑微, 说到最后我忍不住都哭了, 谢金北都说一日敷七百日恩, 我都和你睡了那么久, 还给你生孩子, 你却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让我死在了里面, 谢金北捏了捏眉心, 所以你就因为这样一个梦, 不是梦, 是现实, 是书中的情节, 真真实实发生的, 那我取失念了, 你生的儿子呢, 我给你的一个亿在哪, 那是因为我提前知道了剧情, 跑了, 所以后面这些才发生了变化, 我揉了揉通红的眼, 总之, 我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 如果你要抢走团团, 你就先把我杀了吧,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谢金北站起身, 直接走到我面前, 把我拎了起来, 将出堂, 可是剧情就是这样发展的, 可能中间会有些偏离, 但结局总不会变的吧, 我越想越委屈, 男主角不和女主角在一起, 还算男主角吗? 谢金北捧住我的脸, 将我眼尾的泪痕轻轻抹去, 那为什么不是, 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整本书的剧情从那一刻起, 就全然变了呢? 男主角是要和女主角在一起, 但是, 言情故事里, 被男主角喜欢的那个女人, 才应该是真正的女主角, 将出堂, 我喜欢的人是谁, 在一起两年, 你感觉不到, 我无法说服自己相信, 谢金北喜欢的人竟然会是我, 我们之间身份的差别, 简直是云泥一般, 谢金北好似也知道我的顾虑, 但他只说了一句话, 将出堂, 既然我们都活在书里, 那书里的我们在一起, 有什么不合理? 可我还是想不通, 谢金北, 你说, 作者是疯了吗? 想多了, 他们这样写, 只是因为读者爱看, 可是读者怎么会喜欢看炮灰女配逆袭白月光初恋? 谢金北仿佛会读心术, 识念不是我初恋, 在你之前, 我没谈过, 我刚要说什么, 谢金北忽然又开口, 江小姐应该感情经历很丰富吧? 我忍不住瞪她, 你早就调查清楚了好不好, 装什么装? 那江小姐怎么会认为我在床上普普通通? 谢金北, 我忍不住跺脚, 抬手去捂她的嘴, 能不能不要再说普普通通了, 我都要得普普通通PTSD的救命, 送谢金北去酒店那晚, 要上车时, 她却直接把我压在了车身上, 明明还有一间空房间, 但是没有床, 也没有新的床上用品, 谢金北低了头, 想要吻我, 这里好多人的, 会被看到, 说你想我, 堂堂, 说你每天都在想我, 谢金北才不管, 吻得越来越深, 我摇头, 不肯说, 不肯承认, 何止是每天, 愤愤渺渺, 日思夜想, 可我不想让她知道, 她说, 失念不是她初恋, 可她还没有给我解释, 他们之间的婚约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天晚上, 为什么失念会和她同车回一号院, 可我想你, 堂堂, 每天每夜都在想, 谢金北深深看我一眼, 再一次抱紧我身闻, 我听到了夜风送来的说笑声, 孩童的嬉闹声, 可我的手正不开, 只能抬起脚倾踢谢金北的小腿, 提醒她, 有人来了, 浓深的夜色中, 她眼眸中浅瘴着情欲和温柔, 我只觉得心窝滚烫, 四肢都变得绵软, 喘息的间隙, 我喃喃唤了一声她的名字, 谢金北, 其实, 我回过北京, 我知道, 你知道, 谢金北抬起手, 扶去我唇角水字, 只是当时, 我还不知道是你, 我越发讶异, 车祸后遗症吧, 我忘记了一些事, 她说得轻描淡写, 但我却忍不住哭了, 白日里, 我就看到她眉骨上的伤痕了, 过去那么久, 还有着浅浅的印记, 我不敢想当时的画面有多惨烈, 你回来那天, 我才慢慢开始恢复记忆, 其实该早一点来找你和团团, 只是北京那边很多事要处理妥当, 才能让你们母女安心回来, 谢金北低了头亲吻我的泪, 跟我回北京吧, 我们结婚, 堂堂, 回北京之前的琐碎事还是挺多的, 又耽搁了两三天, 可就这两三天功夫, 谢金北也没忍住, 她直接买了床和需要的物品, 然后从酒店搬到了我和团团的小房子, 可谁知又出了意外, 家里来了客人, 还是自己的爸爸, 团团太兴奋, 晚上十一点还不肯睡, 谢金北和她大眼瞪小眼, 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我看得心软, 就上前抱了团团, 回房间睡觉了, 我要和爸爸睡, 我捏了捏女儿小脸, 在她耳边青红, 你不是想要一个小弟弟小妹妹吗? 爸爸妈妈要睡在一起, 才会有小宝宝的, 团团立刻搂住了我的脖子, 妈妈我去睡觉, 走到门口的时候, 团团却又回头看向谢金北, 我心道不妙, 正要捂她的嘴, 团团已经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爸爸加油, 团团明天就要小弟弟, 我看着床边地毯上那条被撕开的睡裙, 忍不住瞪她, 什么毛病, 又撕人家裙子, 堂堂, 你胖了, 谢金北一句话成功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其实生完团团我是有一点身材焦虑的, 戒了奶之后就开始运动健身, 现在的体重已经和运前差不多了, 可是谢金北说我胖, 我下意识开口, 那我明天开始减肥, 不许减肥, 谢金北将我捞到怀中, 目光落在我胸口, 现在这样, 特别好, 可你说我胖, 那是你之前太瘦了, 不瘦很多衣服都塞不进去的, 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我总要有, 谢金北忽然轻轻亲了亲我的额头, 以后不会让你这样了, 谢金北, 我跟你在一起那两年, 不委屈的, 真的, 你对我很好很好, 好到我都忍不住动心了, 其实一开始, 我真的是穷怕了, 只想着拿了钱以后, 让自己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但最后, 我轻轻微入她怀中, 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 堂堂, 我会给你很多很多钱, 谢金北再次低头吻我, 但我更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爱, 还有团团, 当然有她, 谢金北说完, 忽然又到, 团团是母乳吗? 怪不得, 什么怪不得, 谢金北将我抱得更紧, 那天白天看到你, 你穿的白色连衣裙, 有点紧, 我在车上就看到, 很多男人都在回头看你, 你吃醋了吗? 我忍不住问, 谢先生从来都是那脸持重的人, 跟他在一起那两年, 我从未看到他有任何失态, 或者是情绪外泄, 嗯, 我很吃醋, 谢金北低头稳住我, 堂堂, 只许给我一个人看, 本来就只有你, 团团想要小弟弟了, 他一直都想要, 那你想不想? 我有点怕, 怕什么? 怕剧情再回到那一辙, 怕你被剧情控制, 再度爱上别人, 不会的, 我看得出他眼底的认真, 谢金北, 我愿意相信你, 但你要答应我,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 不要让孩子和他的母亲分开, 我真的会死的, 堂堂, 信我, 婚后第十年, 某一天深夜, 谢金北忽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 谢金北你干嘛呀, 大半夜的不是堂堂, 你当初为什么会和别人说, 我普普通通, 我困得要死, 气得垂床, 难不成要我和人家说, 谢先生在床上微风凛凛, 十分强悍吗? 做人要诚实, 谢金北揉揉我的脸, 翻身将我压在了床上, 团团和弟弟都不在家, 堂堂, 即晚你可以大点声, 我不要, 我要睡觉谢金北, 那你闭着眼睛睡, 他温热地大掌握住我的腰, 将我和他贴紧, 我忍不住轻哼, 你这样让我怎么睡吗? 堂堂乖, 就一次, 哈, 果然不比当年了, 说完, 其实我就后悔了, 但后悔好似也没用了, 那天晚上, 我声音应该真的挺大, 因为第二天, 庸人都不敢正眼看我, 而且我发现自己嗓子哑了, 气得当天晚上, 就把谢金北赶到了书房去, 但后来不知怎么的, 又迷迷糊糊和谢金北玩了一把书房游戏, 这日子真是没办法过了, 每天都在保暖私淫浴, 很多年后, 我见过失念一次, 那时候我们头发都白了, 他提起从前, 却还是有些怨念, 江出堂, 当年金北出车祸后, 明明一切可以回到正轨的, 明明我才是他的女主角, 可是为什么, 他忘了你, 却还是不爱我, 我不知如何回答, 回头去看不远处的谢金北, 他依然高大英俊, 哪怕到了这样的年纪, 却还是会让我心动, 你不是找到自己的男主角了吗? 十年轻叹了一声, 也看着不远处的谢金北, 总还是有些意难平, 我没有再理他一把年纪了还矫情, 向谢金北走去, 他迎上我, 握住了我的手, 我们的孙子孙女, 在玩一对精致的小人偶, 他们忽然发现, 人偶的底座上有刻上去的字, 稚气地大声念了出来, 堂堂好喜欢谢金北, 谢金北爱将出堂, 哇, 是爷爷奶奶的名字, 我和谢金北相识一笑, 这辈子最庆幸的是, 故事的结局如我和谢金北所愿, 我们最终还是得到了圆满,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敲门,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念念, 锅里的汤熬好了, 你得趁热喝, 不然这汤就发挥不了作用了, 婆婆端着热汤递到了我的面前, 那汤鲜艳如血, 飘着一股腥臭味, 零星沉着几块不知名的肉, 妈, 这是什么东西? 好难闻, 我捂着鼻子, 下意识就想后退, 婆婆扯住我的手, 白了我一眼, 你别想跑, 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方子, 听说喝了以后, 保证一个月内就会怀上一个大胖小子, 我不信, 现在都讲究科学备孕, 这玩意儿, 见我不愿意喝, 婆婆的脸色立马拉了下来, 逢念, 我们家就阿庆一个儿子, 你难道要断了我们老王家的香火吗? 我心里一咯噔, 婆婆一不如意就要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折腾不起, 只好不情愿地答应喝那碗不知名的汤, 我喝, 妈你先放这儿, 我上个厕所, 回来就喝, 见我信誓旦旦, 婆婆将信将疑地, 将那碗奇怪的东西放在桌上, 再三叮嘱我不要浪费, 从厕所出来, 婆婆正在阳台种彩, 看着桌上那碗汤, 我为你直冒恶心, 虽然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 可我的内心还是无比抗拒, 我悄悄端着那碗汤来到了厕所, 正打算将汤倒入马桶时, 突然转了念头, 既然这个偏方这么昂贵, 那可不能浪费, 趁着婆婆没注意, 我将那碗汤重新加工, 添了一些调料, 虽然依稀还有点腥味, 但看上去正常了许多, 我将汤倒入老公的保温盒中, 又将肉块挑了几块, 混入餐桌的红烧鸡块里, 在婆婆转身时, 拿起碗装做刚喝完的样子, 哦,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难喝, 我故意夸张地说道, 婆婆见我真喝了汤, 喜笑颜开, 神秘兮兮, 别管那么多, 反正是好东西, 喝完汤就赶紧去给阿庆送饭, 别把他身体饿坏, 这种小事, 别总让我催你, 我乖巧点头, 拎着保温盒离开了家, 老公是一名教师, 虽说学校食堂有饭, 可婆婆却每天都让我亲自做好送去, 每其名曰, 家里的饭更有烟火气息, 我拎着保温筒, 来到他办公室等他下课, 正巧发现他电脑屏幕忘关, 婆婆经常教育我们勤俭节约, 我便想着伸手去关屏幕, 可这个时候, 老公却突然跑了进来, 一下子推开了我的手, 你在做什么? 谁让你动我东西? 老公气喘吁吁, 应该是跑进来的, 我心里委屈, 眼角一下变红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顺手关一下电脑, 说完, 眼泪便恰到好处地落了下来, 老公也发觉自己有些失态, 神色一下便缓和了下来, 念念, 我不是故意要凶你, 只是我们工作性质的原因, 有些教学资料不能泄露, 相信你一定能理解我对不对, 我含泪点了点头, 我懂了, 是我不好, 不过老公放心, 我什么资料也没有看到, 不过是看到了几张女人的裸照, 没关系, 婆婆说过没有猫不偷星, 这是天性, 想过日子就不能计较这么多, 老公温柔地抚摸我的脸, 念念最听话了, 趁着情意绵绵, 我将保温盒打开, 将那碗汤递了过去,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是这个颜色, 老公脸色瞬间转音, 质问着我, 老公, 虽然颜色怪了一些, 可是这汤的营养价值很高的呢, 这可是我用我妈的钱, 特意买给你的写歌, 还有这种东西, 我神秘一笑, 附在她的耳边悄悄, 对男人好处可多了, 听了这话, 老公果然神色一亮, 大口大口将汤喝了下去, 临走之前, 我嘱咐她为了家庭和睦, 一定不要告诉婆婆, 我相信她不会说, 我那亲爱的老公最怕家里吵架, 兴许是那汤药有什么奇效, 老公今夜格外的热情, 仔细算算, 她已经有半年未碰过我了, 我有些受宠若惊, 看着她扑向我, 我灵巧地往旁边一躲, 我来那个了, 她挣了挣, 随即温柔一笑, 揉了揉我的头发, 没事, 那老公自己解决, 早点睡, 我愧疚地点了点头, 仿佛没有看见, 那一闪而过的厌恶一般, 为了让她解决的时候不尴尬, 我便借口洗澡进了卫生间, 干净的卫生巾 滴上墨红色的道具血包, 随后裹好塞进了垃圾桶中, 坐在镜子前, 里面的女人让我觉得陌生, 这个面如死灰, 冷若冰霜的女人是我吗? 我平日最爱笑了, 定然是镜子出了问题, 我对着镜子扯出一丝笑, 不满意, 不满意, 直到调整到满意, 我才走出浴室, 看着床上的纸巾, 便知道老公已经解决完了, 收了纸巾, 我在厨房煮了一杯热牛奶, 加了一点糖, 老公辛苦了, 喝了牛奶便睡吧, 念念, 你真好, 你是我最爱的老公, 我不对你好, 还能对谁好呢? 看着老公喝下牛奶, 我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不一会儿, 憨声四起, 我温柔地抚摸着老公, 随后拿起了他的手机, 一个好女人不应该查男人的手机, 我自然不会查, 我只是关心老公, 想要更了解他一些, 密码, 我的生日, 不对, 老公的生日, 也不对, 我手抖着输入, 屏幕解锁了, 我的心也像是被绞碎斑痛, 手指紧攥着手机, 这个日期, 就在呼吸不过来的时候, 隔壁房间传来了一阵尖叫, 是婆婆? 我连忙将手机归位, 踩着拖鞋, 快步跑了出去, 妈, 怎么了? 婆婆喘着粗气, 满头细汗, 唇齿颤抖着, 我连忙小跑过去, 握住了婆婆的手, 妈, 你别吓我呀, 怎么了? 婆婆惊吓着, 抱着脑袋往后缩, 不要, 不要过来, 和我没有关系, 看着婆婆像是做了噩梦, 我连忙将灯打开, 妈, 我是念念, 婆婆念叨着我的名字, 恢复了神志, 不过她看我的眼神, 让我害怕, 像是在看什么恶鬼一般, 妈, 没事, 婆婆只是说做了噩梦, 却不肯说梦到了什么, 动静太大, 竟然将老公吵醒了, 该死, 老公工作那么辛苦, 休息时间不够怎么能行, 念念, 妈做了噩梦, 不敢回房间睡, 今夜妈和我睡一个房间, 我睡旁屋吧, 也不知道妈梦到了什么, 你好好安慰一下她, 毕竟你是她唯一的儿子, 我懂事地说道, 老公欣慰, 还是念念最懂事, 我甜甜一笑, 替她们关上了门, 回到婆婆的房间躺在床上, 我戴好耳机, 打开了手机, 手机里面, 正是我那惊魂未定的婆婆, 还有我亲爱的老公, 妈, 我明天还要上课, 你到底要和我说什么呀? 老公困得眼皮子打架, 哈欠连天, 婆婆一脸惊恐, 阿庆啊, 我梦见她了, 血淋淋地爬了过来, 她问我, 为什么要杀了她, 太真实了, 我好怕, 兴许是太害怕, 说完婆婆竟然打了个冷战, 我没忍住, 笑出了声, 原来婆婆也会有这么害怕的时候, 听说她曾经度过六个女儿, 不知那时的她是否害怕过呢? 老公听了这话, 神色不自然地闪烁了一下, 妈, 你不要胡说了, 很明显, 她也怕了, 嘴角忍不住地上扬, 有趣, 实在是太有趣了, 婆婆不敢再乱说, 捂着被子不知是不是睡了, 而老公很快也再次睡了过去, 只有我, 在这黑夜中, 还清醒着, 不知为何, 小腹隐隐作痛, 蜷缩在床脚, 为什么这么疼, 就像是被声声剖开了一般, 疼痛中, 我睡了过去, 次日醒来时, 老公已经出发上班, 婆婆蹲着厨房里, 不知道在捣咕着什么东西, 妈, 婆婆连忙将手中的东西藏了起来, 直起了身, 妈, 昨天那奇怪的肉汤, 今天还有吗? 很好喝, 我有些不好意思, 婆婆眼中划过一抹惊喜, 你愿意喝? 我羞涩地点点头, 不知怎地, 喝了那汤, 阿庆对我热情了许多, 我红透了脸, 婆婆则是激动地直拍手, 太好了, 我们老王家就快有后了, 婆婆何不拢嘴, 不一会儿, 婆婆便端着血红的汤走了出来, 我闻着那腥味, 脸上露出贪恋之色, 可能是今天我很主动, 婆婆并没有紧盯着我, 和昨日一样, 我将那汤处理, 一半进了婆婆的盘子, 另一半进了老公的饭盒, 今天我没有动老公的电脑, 而是乖乖在位置上等着老公, 怎么又是这汤? 老公皱起了眉, 我轻轻为她顺气, 你每日这么辛苦, 不好好补补, 怎么能行呢? 乖, 都是对你有好处的, 老公虽喝了下去, 但眉头却是紧皱, 看样子明天得换成新菜式, 离开老公办公室时, 我遇见了杜老师, 冯老师你又给王老师送饭啊, 结婚这么多年了, 还这么恩爱, 真是羡煞他人, 我礼貌地笑了笑, 杜老师又拿我开玩笑了, 我早就辞职, 不做冯老师了, 我现在的工作是一名全职太太, 我爱我的老公, 我爱我的婆婆, 我愿意为了家庭而贡献, 不过看着杜老师, 我内心还是羡慕, 年过三十, 杜老师依旧桃妖柳妹, 不知是我眼花, 杜老师的面上像是有些得意, 冯老师谦虚了, 那我便不耽误你时间, 我和王老师还有事情要谈, 离开时, 他抛了个我看不懂的眼神, 看着他扭着细腰, 进入老公办公室, 我转身离开, 默默打开手机, 点进熟悉的页面, 按下了路平键, 回到家中, 桌上还剩半盘未吃完的青菜, 看着空盘的肉块, 我勾起了嘴角, 只要婆婆好, 我吃差点也没关系, 婆婆有午睡的习惯, 我没有, 我坐在阳台边, 戴着耳机, 饶有兴趣地看着路平, 视频中, 杜老师关好了门, 像条蛇一般, 缠上了老公的双腿, 正值午休时间, 窗帘一拉, 谁会知道兼任教导主任的王老师和杜老师, 在做这种事情呢? 其实这样也挺好, 我来事儿了, 喝了汤老公精力又旺盛, 现在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应该感谢杜老师, 几分钟后, 两人总算是结束了, 杜老师像是一条柔软的水蛇, 盘在老公的怀里, 你什么时候和那个女人离婚啊? 我等不住了, 老公把玩着她的头发, 漫不经心, 再说吧, 现在还不是时候, 看吧, 我就知道我的亲亲老公最爱我, 怎么可能和我离婚? 杜老师捶了捶她的胸口, 小嘴一撅, 你总是这么说, 我都听咽了。 老公将怀里的娇娇搂紧了紧, 我对你可没咽。 杜老师粉唇娇笑, 随后凑到老公耳边, 说了句悄悄话, 该死, 有什么是我这个正式不能听的? 老公瞳孔逐渐放大, 喜忧参半, 你真的有了? 我们的孩子, 你怎么瞒了我这么久? 死鬼, 自然是我们的孩子, 我可只有你一个男人, 孩子前三个月不能说, 瞧瞧。 杜老师果真优秀, 说其谎来都这么可爱。 我网盘里还存着, 他和李、吴、周老师的视频呢。 不过这孩子, 确实是我老王家的种, 毕竟杜老师攀上我老公过后, 便和那几个可怜人说了白白。 两人耳鬓撕磨了一阵子, 直到午休时间才分开。 杜老师临走前, 老公不忘叮嘱, 这周末我们去一趟医院, 陪你做检查。 杜老师甜甜一笑, 别说老公, 我的心儿都要化了。 关掉视频, 黑屏的手机倒映出一张 阴森可怖的脸。 啊, 婆婆又尖叫了。 我收好这部手机, 慢悠悠地朝着婆婆的卧室走去。 窗帘紧闭, 即便外面艳阳高照, 房间内还是漆黑一片。 怎么了? 妈? 我担忧地问。 衣柜大开着, 婆婆此刻正蜷缩在床和衣柜的夹缝间。 有脏东西? 脏东西在衣柜里。 她想要害我。 婆婆抱着头。 可怜, 才五十多岁, 怎么就不对劲了呢? 我叹了叹气。 妈, 衣柜里什么也没有。 就您日常穿的衣服。 不可能。 就在衣柜里, 一件粉红色, 婆婆对上我的眼睛, 话语戛然而止。 我不解, 粉红色的什么? 您平日从不穿粉红色。 婆婆又对我露出了那副神色。 真的没有。 她颤颤巍巍地站起了身。 我无奈极了, 真的什么也没有。 婆婆晃晃悠悠走了过来, 小心翼翼地瞥了一眼衣柜。 像是松了口气, 脸上写满了疑惑, 可我明明看见了。 我轻轻地替她顺着气, 安慰道, 妈, 您这段时间是不是太累了? 要不然出去散散心。 是吗? 是啊, 您肯定是太累了。 要不然我给您订票, 您出去散散心。 婆婆没有说话, 摇着头走了出去。 看得我一阵心疼, 老年人总是舍不得花钱。 看着外面的大好阳光, 婆婆决定出门散步。 而我脱下了那件宽松的防晒衫, 从里面取出了一件, 粉红带血的婴儿连体衣。 拿出剪刀, 将它撕成碎片, 随后烧成灰用马桶冲走。 兴许是小腹痛得厉害, 我坐在洗手台上, 脸色惨白。 直到门外 响起手把手转动的声音, 我才回过神来。 你哭过? 老公脸上显现出怀疑的神色。 我笑了笑, 是啊, 刚刚又看了一部韩剧, 骗光了我的眼泪。 老公如释重负, 则怪道, 我早就说过, 别看那些没营养的东西。 妈呢? 我替她倒来洗脚水, 温生, 妈好像又做噩梦了, 出去散步了。 老公眉头紧皱, 我知道她是担心妈, 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老公, 要不然我们订票, 让妈出去旅游, 老是做噩梦, 对身体不好。 不知她听没听进去, 一副沉思的模样,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开饭的时间, 妈回来了, 阴霾一扫而空, 带着笑。 临睡前, 我依旧热了牛奶, 加了糖。 躺在老公怀里, 我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老公, 等我事走了, 我们抓紧要一个儿子吧。 老公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真的。 是啊, 我听朋友说, 有个林医生看男女看得很准, 收费便宜。 到时候, 咱们就让他帮着看。 老公眼睛亮了一下, 哪个医院? 我努力地回想, 好像不是医院, 私人诊所。 一般人还找不到呢。 很奇怪, 老公平日回应我很冷淡, 今日却主动要了诊所的位置。 我好开心, 开心得快要小出生了。 我买了两张周末的电影票, 可老公周末却要加班。 念念乖, 最近学习任务紧, 我必须得给孩子们补课。 下次一定陪你。 我眼泪打着转, 靠在他的怀里。 没事, 男人嘛, 应该以事业为重, 我能理解。 我没事, 老公你辛苦了。 目送着老公离开, 一个小时过后, 我打开了他办公室的监控。 嘴角不自觉地仰了起来。 很好, 果然不在学校。 耳畔想起那句, 这周末我们去一趟医院, 我陪你做检查。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在床上打起了滚。 紧接着, 打开微信, 发出去一条信息, 晚上见。 林青, 狗男女已到, 晚上见。 我皱起了眉头, 不要这样说, 那可是我亲爱的老公。 见面前, 久违地涂了口红。 镜子里的女人, 面色依旧惨白, 明明不到三十, 却已经没了精神气。 我和林青约在四房菜馆。 见面时, 她依旧是那副干练的模样。 我玩耳一笑, 挽住了她的胳膊。 好久不见, 你越发漂亮了。 她眼圈泛着红, 眼泪打着转, 缝面,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看着她难受, 我鼻子跟着一酸, 这不是减肥呢吗? 咱们好不容易见面, 你别哭啊。 话是这么说, 我的眼泪却先掉了下来。 林青是我的大学同学, 也是我那时的闺蜜。 穿一条裤子, 发誓要互为对方孩子的干妈, 一起变老。 毕业后, 她便去了别的城市, 算来我们也快要有五年没见了。 期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的事情她最清楚。 好了好了, 我们都不哭, 快坐吧。 她替我失去眼泪, 坐了下来。 我们点了餐, 寒暄了一阵后, 她递给我一张检查报告单。 真是一对渣男贱女, 竟然真的搞出了一个野种。 她咬牙切齿, 比我还生气。 我看着报告单中那一团小小的东西, 心中五味杂陈。 即便大人犯了再多的错, 但她始终是无辜的呀, 查出来男女了吗? 林青痴笑了一声, 当然是个女儿。 我看那姓王的畜生怕是与儿子无缘。 我苦笑了一声, 且看他们怎么处理这个孩子。 如果他们愿意留下他, 我便愿意给这个苦命的孩子一条活路。 王庆, 看你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 可能是我嘴角的笑意太过甚人, 林青眼神复杂。 念念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这条路可没有办法回头。 林青握紧我的手, 不停地安抚着。 我反握住他的手, 开弓没有回头见。 妮妮,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林青像是想到了什么, 咬紧了唇, 不论如何, 我在你身后。 奇怪, 明明是笑着, 我的眼泪怎么掉了下来。 回到家中, 老公和婆婆早已到家。 你去哪儿了? 老公关心地问道, 妮妮回来了, 我们很久未见, 一起吃了个便饭。 我温柔答道, 老公经常听我提起这个闺蜜, 便点了点头。 妮妮是我最好的朋友, 咱们结婚还随了一万的红包呢, 下次一起吃个饭吗? 我挽着老公的手, 撒娇。 你们女人的约会, 我就不去了。 再说了, 我不喜欢和陌生人聚餐, 老公抗拒道。 我弯了弯唇, 意料之中。 即便老公不说, 我也察觉到了他眉头尖的力气。 老公, 你心情不好吗? 老公强颜欢笑, 比哭还难看, 没事, 加班太累了, 我先睡了。 我点了点头, 递上了那杯热牛奶。 老公睡下后, 我走出房间发现, 婆婆还未睡, 像是看着什么金牌调节的节目。 她黑着一张脸, 你现在已经为人妻, 没事, 不要总是往外跑。 要以丈夫为重,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生儿子。 只要你生了儿子, 以后的事我也就不管了。 我乖巧弟点了点头, 妈你放心, 我会努力。 对了, 之前炖汤的到底是什么肉呀? 我再去买点。 我眨着大眼睛, 应当带着一些西剂。 婆婆的脸色除了兴奋, 还有一丝慌乱, 这个你就别管了, 这两天没货, 等有货了我再去买。 哦, 好可惜呢, 这些货已经全数被我买下了。 回到屋中休息, 老公已经熟睡。 我推散了他一下, 毫无反应。 为了让亲爱的老公 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我又为他带上了降噪的耳塞。 啪! 清脆的掌声也未将他吵醒。 真好, 亲爱的老公就这样睡吧, 一切的喧闹都不会吵到你。 我熟练地拿过了他的手机, 输入让我心痛的数字。 密码, 不对了。 我皱了皱眉, 重视了一番。 我的生日, 不对。 老公的生日, 不对。 婆婆的生日, 不对。 我有点抓狂, 思索片刻输入了杜老师的生日。 解开了, 老公和杜老师还真是相爱啊, 犹如我们热恋时一般。 狂热地聊天记录, 亲密的照片和视频。 一一打包, 发送到我的手机, 删除发送记录后, 我将手机放回了原位。 已经是十二点, 外面的电视音还未停止。 也是时候了。 我拿出另外一部手机, 简单操作。 哎呀呀, 婆婆最近真是越来越爱尖叫了。 幸好家中窗户和地板都做了隔音处理, 不然人家可要被投诉了呢。 也不知道怎地, 婆婆最近越发喜欢尖叫。 真是一个坏习惯, 我忍不住摇了摇头。 打开监控, 原本的调解节目如今成了血红一片。 里面只有一张惨白的小脸, 不住喃喃问, 为什么要杀我? 婆婆缩在角落, 不住地往电视方向扔东西。 画面迟迟未消失, 婆婆脸色煞白, 唇齿哆嗦个不停。 突然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封了一般扑向我们房间的门。 阿庆! 阿庆! 舅舅妈! 阿庆! 声音扭曲像是索命一般。 可惜, 她的阿庆此刻睡得香甜呢? 我拿起手机, 忍不住给降噪耳机评价了五星。 电视灭了, 随后回到了金牌调解。 婆婆怎么不看了呢? 她砸着我们的门。 冯燕! 冯燕! 你们在里面吗? 我在婆婆心中还是很重要的嘛。 这个时候终于想起了我。 吵闹得很, 我默默地戴上了耳塞。 不知过了多久, 婆婆终于停下了喧闹, 关紧了房间门。 我叹气。 以前我养过一条狗, 小狗年幼时便有分离焦虑, 和现在的婆婆真是像极了。 她从枕头下翻起了一张黄色的符纸, 捏在手中念念有词, 随后便缩进了被窝。 没意思, 关机后将手机收好, 沉沉地睡了过去。 四日醒来时, 老公还未睡醒, 看样子唐家多了。 做好早餐, 我将老公唤醒。 老公, 吃饭了。 我贴在她耳边, 温柔说道。 她迷迷糊糊坐起, 很久没睡这么好了。 我笑了笑, 你呀, 就是太累了。 早餐时, 婆婆还未起床。 奇怪, 妈平时起得很早, 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担忧道。 老公猝了猝眉, 起身敲响婆婆的房门。 妈, 吃早餐了? 一片安静。 老公拧着门把手, 门被反锁着, 她只能拿出钥匙。 妈, 你这是怎么了? 听着老公焦急的声音, 我赶忙跑了过去。 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不过是发了一点烧。 老公, 妈怎么了? 是不是生病了? 我去找退烧药。 辛苦了。 老公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我笑了笑, 随后赶紧跑回卧室。 退烧药, 两种药物 都是白色药衣, 万一我弄错怎么办? 我笑了笑, 拿起一种 跑回婆婆的房间。 还未等老公细看, 我已经将药片 已经塞入了婆婆的嘴里。 妈, 喝水。 老公, 我们让妈 好好休息休息吧, 吃了退烧药 应该会好起来。 我手搭在老公肩膀上, 一脸愁容。 老公替婆婆 也好被子, 回到了客厅。 好端端地怎么就发起了烧? 我叹了口气, 最近妈特别爱看一档电视综艺, 兴许是夜里着了凉。 婆婆生病, 老公便不加班了, 在书房中忙着准备叫案。 老公, 我出门买菜, 辛苦你照顾下婆婆。 老公皱着眉头看手机, 头也未抬。 离开家, 我戴好口罩与墨镜, 寻着地址来到了一家打样中的酒馆。 小姐, 我们还未营业, 我找你们林老板。 打扫卫生的服务员带着我上了楼, 来到林青的办公室中。 念念, 林青快步走到我的身旁, 揽着我的肩膀。 东西呢? 我的时间不多。 我轻声说道, 林青从桌子上拿出一个饭盒, 原本血腥的肉块已被焯水煮好, 看上去和猪排无异。 我愣住了, 下意识地捏紧了他的手。 为什么? 他苦涩一笑, 念念从前你最心软, 我怎么能让你做这种事情? 别脏了你的手, 我鼻子一酸, 扑进了他的怀里。 不知积攒了多久的泪水, 像决堤一般涌出。 我能感觉到胸腔在颤抖, 大脑仿佛也在共振。 林青揽住我, 轻拍着背, 哭吧, 把这些日子的委屈都哭出来。 为什么? 眼泪像是不受控制, 好逃生想撤房间。 再回到家中, 我已恢复了平静。 老公还是在书房中, 而婆婆也依旧缩在被窝里。 既然老公不想吃清炖, 那我便红烧吧。 在厨房里忙活了一阵子, 做好饭菜, 盛好过后, 我将老公叫了出来。 妈怎么还没退烧, 是不是药效不够? 老公皱着眉, 看上去有些发愁。 那你先吃, 我为妈吃完饭, 便再给她吃一次药。 老公点了点头, 念念你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我害羞娇笑, 都是妈教得好。 为了方便婆婆吞咽, 我特地做成了肉末, 一点一点地喂入婆婆嘴中。 吃吧吃吧, 这种宝贵的东西酒, 是适合你们老王家。 临走前, 我再次给婆婆喂了药片, 这次是两片。 烧还是得退, 我可不想让她去医院。 可能是药效起了作用, 晚上婆婆终于恢复了一些力气。 她醒来第一件事情, 便是找我老公。 我能理解母子情深吗? 我拾去地窝在阳台的沙发, 手里捧着书, 书里夹着手机。 婆婆颤颤巍巍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阿庆, 昨夜我喊了你那么久, 你为什么没有反应? 老公一脸懵, 我没听见啊。 阿庆, 这屋子里有古怪, 婆婆小声地说道, 生怕惊动了什么鬼祟一般。 老公神色有些不自然, 像是被吓到了, 赶忙说道, 妈, 你别胡说。 婆婆拽着老公的手, 紧张极了, 真的? 她留在了这个房间。 我亲眼看见的, 老公脸色煞白, 妈, 你越说越过分了, 我看你就是稍糊涂了。 看着老公不相信, 婆婆急得不行, 阿庆, 你就信妈一次, 这屋子真的有问题。 老公身子一震, 不愿再听婆婆说话, 骂你好好休息吧, 清醒一下。 她走出来的时候, 我也收好了手机, 她坐在我身旁唉声叹气, 她不肯说, 我便不问。 念念, 你上次说送妈出去散散心, 你觉得去哪儿好? 我笑了笑, 若是婆婆愿意去, 我这就去做准备。 辛苦你了, 妈最近太累了, 让她出去散散心也好。 我点了点头, 婆婆怕是没有那个机会了, 没有想到她的精神这么脆弱, 才一天就受不了了。 站在阳台边, 遥望南边。 你是否有看到我做的这一切呢? 婆婆好不容易退了烧, 但是精神依旧不太好, 可能是感冒的缘故, 那就只有再加一点药物了。 我柔声哄着婆婆, 妈, 乖, 把药吃了, 很快就会好起来, 到时候我给你订机票, 你出去散散心。 婆婆喝下药, 只是抬起眼看了我一眼, 变像是炸毛的兔子。 她重重地将我推倒在地,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是来索命的吗? 听到房间中的动静, 老公跑了进来。 她出现的时候, 我还在地上趴着, 老公连忙将我扶起, 妈, 你到底在做什么? 念念对你这么孝顺, 你怎么能这么对她? 我眼眶一红, 我没事, 妈也是病得难受。 婆婆眼睛瞪大, 一把将老公拽到身边。 阿庆, 你怎么和她在一起? 她是来索命的。 老公不可思议地看着婆婆, 妈, 你别吓我, 你到底怎么了? 我赶紧说道, 兴许是烧, 还没完全退下去。 我没事, 咱们让妈好好休息吧。 老公也是这样想, 拉着我的手, 就是委屈你了。 我不委屈, 老公心疼我, 我应该高兴。 原以为烧退了, 婆婆也就好了。 可烧已经完全退了下去, 婆婆却变得疑神疑鬼了。 整日神神叨叨, 天天往外跑, 回来的时候, 手里总是抱着黄符纸。 现在的倒是不比以前, 收费贵了, 能力还弱了。 短短一周, 婆婆买符纸都花了上万块。 看着钱如流水般花了出去, 老公也坐不住了。 妈, 你一天到晚买这么多的符纸,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赚钱也不容易呀。 婆婆不乐意, 含辛如苦将你养大, 我就花点钱而已。 你就这样对老娘吗? 您要是花钱吃喝, 我绝对不开口。 可你这? 婆婆眼眶一红, 你知道我当初怀上你有多辛苦吗? 显然老公不愿意 听那些提烂了的往事, 急忙阻止, 行了行了。 我不说了, 你以后别买了就行。 我在一旁打着圆场, 好了, 妈节俭那么多年, 既然她心不安, 就当是花钱买个心安吧。 老公温柔地看着我, 念念你真好。 同样的话, 隔天她便对着杜老师说了, 艳艳, 你真好。 看着老公温柔地神色, 我笑出了眼泪。 杜老师依偎在老公怀里, 我真舍不得, 毕竟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 老公摸着她的头发, 艳艳乖, 我们老王家的投胎必须是儿子, 若是个儿子, 我立马和逢念离婚。 杜老师摸着小腹, 昂起了头, 小鹿眼眨巴着,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是不是要奖励我呀? 哟哟哟, 我见油脸。 更何况老公这种男人呢, 老公将人报仅了一些, 马上就要年度平忧了, 送你一个荣誉如何。 杜老师像区一样扭了扭, 奖金才多少钱呢, 还不够我的营养费呢。 杜老师撒起娇来, 真是让人鼓软。 两万的包, 老公咬了咬牙便买了。 我伸了伸懒腰, 算了算日子, 全校表彰大会也快到了, 好戏也要开始了呢。 在我的精心照料下, 婆婆疑神疑鬼的症状越发严重了。 婆婆坚信, 屋中有不干净的东西。 在用完最后的黄服时, 婆婆内心已经濒临崩溃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缠着我不放? 老公不在的时候, 我更愿意给婆婆自由, 这种时候装龙作哑更好。 买黄服, 辟邪物, 经书, 钱一笔一笔地从老公的账户里扣。 就在老公忍无可忍的时候, 婆婆又遇见了一位大师。 阿庆, 你再给妈拿十万, 好吗? 最后十万块。 婆婆拽着老公的袖子, 老公瞪大了眼睛, 妈, 你到底是怎么了? 你要这么多钱, 到底要做什么? 婆婆急得不行, 我要赶走她。 她每天站在我的床头, 死死地盯着我, 跟着我去厨房, 跟着我去厕所, 妈每天都生活在煎熬里。 阿庆, 这个师父真的特别准, 她一下就算准了, 妈身边发生的事情, 只有她能帮妈? 老公瞪大了眼睛, 怒气冲冲, 妈, 你能不能正常点, 整天疑神疑鬼。 婆婆也红了眼, 冲进厨房拿出了菜刀, 壁划着自己的脖子。 好啊, 既然我成了你的负担, 那我还不如死了, 我们都能落得清净。 老公被吓坏了, 语气瞬间软了, 妈, 你冷静一些, 我不是不愿意花钱, 只是这钱也要花得值当啊。 婆婆心红灼眼, 听不进去老公的劝告。 我连忙劝道, 老公, 妈最近的状态确实不太好, 说不准真是惹了什么脏东西, 要不然就一塌吧。 老公皱紧了眉, 为了缓和婆婆的情绪妥协了。 不过家里的钱存着定期, 老公只能劝婆婆, 等她这次的奖金下来, 再拿钱。 老公以为这样就能让家里宁静, 恢复从前。 她太天真了。 这一周, 婆婆疑神疑鬼的毛病也越发严重。 她总说房间里, 莫名其妙出现小孩的东西, 听见小孩的声音, 可我却从来没看到过。 婆婆连饭也不做了, 得空便出去寻觅能帮她的真人。 一日三餐都经由我手, 我做的自然都是最好的。 可惜即便是我精心照料, 婆婆也没有好起来。 还没有等到老公掏钱, 婆婆变疯了。 我们发现婆婆的时候, 她正缩在衣柜里面, 双手紧抱着身体, 嘴唇发白。 她来找我了, 她来找我索命了。 婆婆双眼无神, 喃喃地说道, 不, 不是她, 是她们, 是我活该, 哈哈哈哈, 都跑不掉。 婆婆的这副模样吓坏了老公, 她才意识到, 这不是婆婆的恶作剧, 更不是玩笑。 我们赶紧将婆婆送到了当地的医院, 诊断结果为精神分裂症, 这消息如同惊雷一般, 老公双腿一软瘫坐在了长椅上。 怎么会这样, 妈怎么会成了这副模样? 她紧紧抱着我, 眼眶湿热, 接踵而至的便是高额的医药费和治疗, 老公一夜之间多了许多白头发。 我轻轻抱着她, 没事, 还有我在, 很快便会轮到你。 老公上班后, 便由我来照顾婆婆, 可她仿佛十分惧怕我, 不乖乖配合吃药, 看见我便不停地朝我扔东西。 你不要过来, 不是我害了你, 不是我。 每天我的身上, 都会多出一两道伤痕。 老公看了十分心疼, 却也只是说, 下次小心, 妈现在是病人, 难免情绪激动一些。 我这么懂事, 自然不会计较, 只是在她看不到的地方, 小小地惩戒婆婆一番。 为了不让婆婆伤到其他人, 我每日都将她锁在房中。 除了吃喝拉撒, 其余时间都不准出来。 坐在客厅, 突然来了电话。 挂断电话, 关好婆婆后, 我朝着酒馆走去。 一回生, 二回熟。 服务员看见我笑了笑。 冯姐, 老板在楼上等你。 我点点头, 朝她微笑。 进入办公室, 林青激动地朝我跑来。 念念。 那个小贱人已经预约了手术, 他们果然不要那个念重。 我拍了拍她的手, 孩子总是无辜的。 她撇了撇嘴, 要怪只能怪她头错了台。 听了这话, 我莫名地红了眼。 林青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连忙说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念念你不一样。 我苦笑一声, 没什么不一样的, 这次的胎盘留着吧, 最后一次了。 我看向窗外, 寒冬即将过去, 下个春天是否会好, 林青蒙点头, 我知道。 这件事情也该画上句号了。 念念等这件事情结束, 我们离开者吧, 去海城定居。 林青握着我的手, 我弯了弯嘴角, 好。 我第一次对他说了谎。 全校表彰大会的这一天, 我到了学校, 身边跑过的学生笑容洋溢, 冯老师好, 好久没看见你了。 冯老师还是这么漂亮。 冯老师, 我们好想你啊, 新来的化学老师太凶了, 还是你好。 我忍不住校医, 离开校园这么久, 还有人记得住我, 这也许就是教师的意义吧。 表彰大会开始, 我戴上墨镜坐在远处, 静静地等待好戏的发声。 年度优秀教师获奖者 是我们的杜燕老师。 一片掌声中, 杜燕走上了台。 不愧是杜老师, 昨天刚做完人流手术, 今天便已经生龙活虎了。 杜老师奄然一笑, 背着早已写好的稿子。 在这一年, 杜老师勤勤恳恳教书育人, 咱们有一个短片, 一起来看看杜老师的教学回顾。 杜老师脸上带着笑, 退到了舞台边。 我搓着手, 已经等不及了。 视频开始。 前半部分还算正常, 可屏幕突然一按, 再次亮起时, 变成了杜老师和我老公的亲密戏。 不可描述的声音, 通过扬声器传遍了整个校园。 杜老师的脸色肉眼可见地变得煞白, 本就孱弱的身子差点没站稳。 除了校领导的连铁青发黑, 其他人都沸腾了。 那个男人是王老师吧? 天哪! 一身肥肉? 太恶心了。 我就说, 王老师和杜老师总是眉目传情, 你们还不信? 这下信了吧? 我忍不住笑了笑, 抬眼望向我的老公。 他神情慌乱, 憋红了脸, 埋着头找地方躲。 校领导立马上台, 大声制止了下面的喧哗, 这场表彰大会也提前结束。 身边经过的学生依旧笑容洋溢, 将这当成是笑谈。 不一会儿, 哎, 你们快看学校的论坛。 有人放出了王老师的猛料。 一道声音在人群响起, 学生陆陆续续地摸出了手机。 靠, 没想到王老师是长得丑, 晚得花呀。 我就说之前三班打架, 怎么没受处分, 原来是给王老师塞了钱。 王老师这下子是要身败名列了, 老公回来得十分晚, 他到家的时候, 我正在给婆婆喂饭。 老公, 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我给你留了饭。 老公无精打采, 不用, 我想单独带带。 说吧, 他便进了书房, 反锁了门。 算了, 他既然不看, 我也不演了。 收了婆婆还未吃完的饭, 我便为了他安眠药, 将他关回了房间。 书房内, 老公正压低声音呜咽着, 我在门外咧开了嘴。 要知道, 我这亲爱的老公最爱面子。 今天在全校面前丢了人, 还上了当地新闻, 他肯定抬不起头来。 我坐在阳台, 愉快地咬了一口苹果, 欣赏着老公痛哭的表情。 不, 这只是送给杜老师的礼物, 你的还在后面。 学校停掉了老公的职位, 又停掉了他们两人的课。 老公待在家中打不起精神, 婆婆又疯疯癫癫满嘴胡话。 一向余孝的他也受不了了。 念念, 你找个好的护工, 咱们把妈送回乡下老家吧。 我面上虽不忍,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婆婆走的时候又哭又闹, 老公也只是皱了皱眉。 妈, 你先去乡下待一阵子, 等我缓过来就接你回来。 婆婆听不懂, 嘴里不停哭闹和咒骂。 我连忙将老公推进了门, 示意我来处理。 我和护工大姐将人送上了车。 为了让护工大姐好好干活, 我又塞了一个红包给她。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呢? 护工一边推托着, 一边收着钱。 我笑了笑, 我这婆婆脾气不好, 发起风来, 您恐怕要受累了。 没事, 我一定要把她当成是自己的家人。 要是她太过火, 您用点手段也没关系。 我复儿小声说道, 护工理解了我的暗示, 皱闻笑得极深。 这是我精心挑选的人, 婆婆, 你就好好享福吧。 回到楼上, 我轻轻地拍了拍老公的肩膀。 没事了, 我给护工大姐又塞了红包, 她一定会好好照顾妈。 老公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辛苦妈了。 老公, 这些日子, 你精神一直不好, 到底是怎么了? 老公目光闪躲, 没事, 只是太累了, 休息休息就好。 她一直为告诉我学校中发生的事情, 也不让我看这两日的新闻。 以为这样就能瞒住我, 让我继续乖乖当她的小娇妻。 我只好笑笑, 那我们出去走走吧, 就当是散散心。 老公不肯, 恐怕是怕别人异样的眼神。 我百般相劝, 她终于答应晚上。 和我一同出去散心。 王庆, 倒计时吧。 我们开着车, 来到了一处幽静的山顶。 望着脚下的江, 我忍不住往后退了几步, 太高了。 如果我被淹死, 那该怎么办? 王庆坐在我的身边, 悠悠地望着远处, 不时地叹气。 我静静地递过去一杯水, 安慰地拍了拍她的背。 我这辈子能娶到你, 可真是我的福气。 她喝了水, 有感而发。 人那就是这样。 得到的时候, 不珍惜。 总觉得外面的 莺莺艳艳更迷人。 可一旦受到什么挫折, 莺莺艳艳一拍两散, 她才会想起身边人的好。 然后心底暗暗发誓喜心革面, 一定要善待发妻, 可她却不愿想想, 她的发妻是否还愿意。 念念, 你最近真是辛苦了, 妈的是, 家里的事都是你在操持, 等到一切过去, 我们去旅游吧, 趁这段时间要一个儿子, 说不定有了孙子, 妈的病就能好起来。 指甲嵌尽了手掌心, 也不及我的心痛。 我快要控制不住自己, 想要将她推下去, 可这个时候, 药效上来了, 她晕了过去。 真是好运呢, 隔了五六个小时, 王庆还没有醒, 我实在等不及了, 一盆冷水泼了上去。 王庆这才迷迷糊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念念, 这是哪里? 你要对我做什么? 放开我, 你疯了吗? 她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念念,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这是怎么了? 你快过来帮我松绑。 我们是不是遇见坏人了? 蠢货, 这么明显, 还看不出来吗? 老公, 你别着急呀, 我只是有些事情想要和你聊聊呢。 我笑着, 随即拖来凳子坐在了她的面前。 她终于反应了过来。 瞪大了双眼, 瞳孔仿佛在颤抖。 你不是念念, 你是缝面, 你想起来了。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这样蠢顿如猪的男人, 为何我那时会看上? 什么时候? 你是从什么时候恢复记忆的? 不可能, 不可能啊。 大夫说, 老公, 有时候大夫的话也不一定准确哦, 我能恢复记忆, 你是不是很开心呀? 她眼球像快要突出, 歇斯底里, 这段时间, 你一直都在骗我。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这个贱人, 你怎么敢这么对我? 枉费我这段时间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对得起我? 我揉了揉耳朵, 随即一巴掌扇了过去。 老公, 你就不能乖乖坐着吗? 你他妈竟然敢打我,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她, 又是一耳光甩在了她的脸上。 她就像只越打越亢奋的狗, 直到我手心打红, 她才愿意闭嘴。 看吧, 这就是坏孩子的惩罚, 你现在知道学乖了吗? 她终于闭了嘴, 可能是被我打痛了, 也有可能是惧怕我手中的刀。 总之, 她终于不再大呼小叫, 也让我有了说话的时间。 老公, 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我把完着手上的小刀。 她吞了吞口水, 乖巧地说道, 那时你还是个实习老师, 是我带你熟悉学校。 我笑了笑, 没错。 她教语文, 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幽默感, 却又不会让人感到不适。 那时她还年轻, 整个人透露着儒雅的气息。 那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呢? 可能是看见我的笑脸, 她连忙讨好。 是我。 是我追求你。 是啊。 上学的时候, 我的经历都在学习上, 从未谈过恋爱。 王庆是我的初恋。 在她狂热地追求下, 我同意了。 那时的她对我极好, 捧在手心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不仅她好, 我婆婆也待我不错, 亲热得不行。 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一切的好不过是婚前的讨好。 老公, 我突然很想听你, 再说一遍结婚的誓词。 我淡淡地看着她, 嘴角挂着笑。 王庆努力地憋出了几句, 却怎么也记不全。 我吓了笑, 婚姻总是一地鸡毛。 嫁入王家一年, 我便有了第一个孩子。 王庆和他妈两人高兴坏了, 嘘寒问暖。 那时我内心欣喜地不行, 认为自己命好, 嫁了好人家。 可一次意外, 我在家中的浴室摔倒了, 孩子也没了, 我请了小产假, 整日在屋中以泪洗面。 王庆和他妈每天都陪在我的身边, 温柔地安抚我, 甚至带我出去旅游散心。 我慢慢从小产的痛苦中缓了过来。 半年左右, 我便又怀上了孩子。 有了先前的经验, 我小心翼翼地护着这胎, 生怕出现岔子。 熬过了三个月, 我内心终于平静了一些。 可是在四个月的时候, 这个孩子还是没保住, 那天婆婆在楼梯摔倒, 刚好撞上了我, 我到现在仍然记得那时候的绝望。 躺在医院的床上, 我整个人都麻木了。 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 难道我这辈子注定与孩子无缘吗? 那个月我足足消瘦了十斤。 我开始刻意回避夫妻生活, 害怕自己怀孕。 我记得你曾为了哄我开心, 买了一只小狗。 我慢吞吞地说道, 王庆就像是看到了什么希望, 连连点头, 念念, 我是真的爱你, 不然怎么会想尽办法哄你开心呢? 我不屑一笑, 是为了哄我开心, 还是为了哄我继续怀孕呢? 王庆脸色一白, 没再接话。 在我人生最灰暗的那段时间, 这只小狗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慰藉。 我照顾它, 就像是照顾孩子一般。 对它倾注爱, 从小奶狗养到一岁, 慢慢地我的脸上也恢复了笑容。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怀上了第三个宝贝。 我的噩梦也开始了。 我害怕保不住这个孩子, 为了安全起见, 我辞去了工作, 待在家中养胎。 前三个月, 王庆和婆婆两人对我嘘寒问暖, 照顾得无微不至。 可就在第四个月的时候, 两人的态度便不约而同地冷淡了。 当时, 我一心想着照顾孩子, 并未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可随着孩子越愤越大, 两人的态度越是冷漠。 婆婆待我也不再像从前一样温柔, 总是板着一张脸, 说着痴人的话。 就连我的狗也要踢上两脚。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孕激素刺激下我, 变得更加脆弱。 总是在夜里掉眼泪, 抽气的声音不小, 可王庆却只是装作没听到, 那一日起床后, 我怎么也找不到我的皮皮。 妈, 皮皮去哪儿了? 怎么不见了? 婆婆神色不自然, 却淡漠, 一条狗而已, 说不定跑出去玩了。 那时是我怀孕后最着急的一次。 我找遍了整个小区, 贴了无数章寻狗启事, 却没有再见到我的皮皮。 我伤心地吃不下饭, 婆婆却主动给我端来了汤。 一条狗而已, 你现在怀着孕, 不养更好。 我接过汤, 却没有心思喝。 好不容易在婆婆的言语 逼迫下喝了一口, 结果还吐了。 我借口睡了, 却怎么也睡不着。 就在这个时候, 老公回来了。 逢面呢? 找不到那条死狗, 早就睡了。 那就好。 我早就想把那条狗弄死了, 谁家养那种畜生, 真是吃饱了撑的。 扔了也可惜, 我找人处理后炖了汤, 儿子你快来喝点。 那一瞬间,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只剩下了嗡嗡声。 我的皮皮, 嗡。 我在被窝里干嗡着, 尽量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为什么? 明明不喜欢还要送我小狗, 等我养出感情后, 你们却要吃他的肉。 想到这儿, 我的眼眶又是一红。 老公, 狗肉汤好喝吗? 我冷不丁地问道。 王庆脸色煞白, 念念, 我们那时候也是为了你好, 你怀着孕养狗容易生病, 所以才。 呵呵。 当时得知这件事情, 我差点昏厥过去。 我支招身子, 走到门口, 想要问个清楚, 却听见婆婆又叹了气。 没有想到, 逢念这一胎又是个丫头, 真是晦气。 握着门把手的手停止住, 我直接待在了原地。 婆婆怎么知道这胎的男女, 医生从未告诉过我。 妈, 你别着急, 我会想想办法。 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们老王家这么多年的传统, 就要被这个晦气的女人打破了。 王庆的声音冷得让我发寒, 我不会让他把这个女胎生下来。 我们王家投胎一定得是个男孩。 轰的一声, 我只觉得头重脚轻。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温柔细致的王庆吗? 双脚一软, 我差点跪倒在地。 这一瞬间, 我全都想通了。 前两胎并不是我自己不小心, 是他们故意在浴室地上, 涂满了肥皂。 是婆婆故意摔倒, 撞倒了我。 我恨, 我那无辜的孩子们。 难道仅仅是因为性别, 他们就不能存活吗? 两人还在商量, 如何处理掉我腹中的孩子。 我愤怒地冲出去, 拧着王庆的衣领质问。 他们神色慌张, 没有想到会被我听见。 还我孩子的命来,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这是谋杀? 我疯狂地撕扯着王庆, 像只疯狗。 兴许瞒不下去了, 王庆第一次对我露出了真实面目。 他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脸上, 骂道, 要怪就怪你不争气, 连这三胎都是丫头, 晦气。 我红了眼, 从地上爬起来, 疯狂地朝着王庆攻击。 可我忘了, 我怎么会是王庆的对手, 拳头像疯了一样, 落在了我的身上。 小贱人, 你还敢对我动手。 刚好不用想别的办法, 我把你打流产便是。 大不了以后离婚, 老子总能找到生儿子的。 我死死地护住小父, 可又被王庆拽了起来。 他狠狠地将我推向桌角, 疼痛蔓延过来。 我抽空打电话给爸妈, 想让他们接我回家。 可没想到, 接到的只有车祸 没抢救过来的消息。 痛苦让我全身冰冷, 小腹一阵疼痛后, 我晕了过去。 不知道是不是这段记忆 带给我太多的痛苦。 再醒来时, 孩子没了。 我的记忆也停留在了新婚的时候。 说来可笑, 他们二人对我百般试探, 确定我真的失忆 并且几乎不可能恢复后, 便又将我接了回去。 想来, 是舍不得花钱再娶个媳妇吧。 失忆的那段时间, 我过得十分快乐, 可是那快乐如同虚影, 在我从衣柜角发现婴儿衣物时便破灭了。 那时, 我多年的好闺蜜林青也回到了北城。 我们一起策划了这次的复仇, 回忆戛然而止。 看着一脸紧张的王庆, 我默默地叹了口气。 念念, 放了我吧,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 念念, 我不要儿子了, 女儿也行, 你放了我好吗? 我冷笑了一声, 王庆, 你这个人可真贱。 说吧, 我便在他头上套上了麻袋, 随后放了十条凶狠的恶犬, 关上了房间。 念念, 我已经在那边找好了房子, 办完这件事情, 我们就走吧。 林青紧紧地拉着我的手, 眼中尽是担心。 我望着黑夜, 心中很久没有这般平静了。 念念, 我好累。 林青紧紧抱着我, 眼泪便落了下来, 我知道。 在本市, 我和王庆都没有其他的亲人朋友。 加上他被停了职, 所以没人发现我们的消失。 两日后我再去看王庆, 他的身上已被野狗, 咬出了大大小小的伤痕。 他面无血色, 像是要死了一般。 我笑了笑, 他现在的痛, 不及我当初十分之一。 这时, 我端来了一碗肉汤。 王庆已经饿昏了头, 顾不上问汤是否有毒, 大口喝了下去, 就连肉骨头都不舍得吐, 嚼碎咽了下去。 汤自然是没毒的。 王庆, 你还真是残忍, 喝了亲生女儿的血。 我嘴角擒着笑, 他瞪大了眼睛, 仿佛明白了什么, 想吐又怕饿肚子, 只能发出干呕的声音。 冯燕, 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 你这个毒性女人。 我淡淡地看了一眼那面目可憎的脸, 我饿毒。 这个方子可是你妈寻来的, 是她恶毒在先。 当初闻见那碗汤的味道, 我便想起了皮皮, 心中一阵恶心, 留了一点样本, 找人四处打听, 才知道这汤是取了胎盘浸泡的血, 位于代产的母犬。 代母犬生产后, 用夭折的小狗熬制, 这么残忍, 她竟然愚昧地说能怀男胎。 你,你帮我找高人指点。 只要把这汤再用阴凉的井水加工, 便会积攒怨气。 如若亏心者久而时之, 便会伤心智。 这也是婆婆疯得那么快的缘由。 我将这些事情细细地讲与王庆, 告诉她, 她在不知不觉间, 吃了那么多恶心的东西。 告诉她, 其实她与婆婆每一次的对话, 我都知道。 告诉她, 她和杜燕在我怀孕时就苟且,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她最爱的老娘是我逼疯的, 她最在意的名誉是我亲手毁了。 而我, 和她相处的每一分钟都觉得无比恶心。 王庆听着这一桩一剑, 神色逐渐扭曲。 冯燕, 你好狠的心。 我当初为什么会娶了? 你这么一个狠毒的女人。 我冷笑地看着她。 她越是癫狂, 我越是兴奋。 我灭了房间的灯。 冯燕, 你要做什么? 你快放了我。 黑暗中, 那些失去了孩子的母犬不停地嗅着, 仿佛找到了罪魁祸首。 离开房间时, 里面传来了一阵阵的惨叫。 我站在海边, 吹着海风, 海风很凉, 身子很痛。 耳边的广播正在播报着消息。 近日, 北城江边一废弃木屋, 发现一男子精神失常, 全身溃烂, 咬伤无数, 疑似某高校老师, 目前已送医, 恐面临全身瘫痪。 学校论坛里, 杜燕的黑历史被扒了个精光, 已被开除。 护工大姐也发来了消息, 是一张婆婆的照片。 她身上青一块, 紫一块, 怀里却还抱着一个男童的布娃娃。 护工大姐, 很快我会再送来一个精神失常的瘫痪病人, 他们的余生就辛苦你好好照料了, 钱会每月定时会给你。 我心中无比畅快。 有时候, 活着比死了更痛苦。 妮妮拿了毯子披在我身上。 你身体都这样了, 就别吹风了。 将死之人, 就让我享受一下海风的宁静吧。 妮妮眼泪一下便掉落了下来, 怎么就不肯治疗呢? 早些治疗的话, 我拉着她的手笑了笑, 离开, 对我来说才是一种解脱。 生命的最后关头, 妮妮听我的话, 忍住了眼泪。 你放心, 我一定会按照你的嘱托, 将叔叔阿姨还有你的骨灰, 一起埋于那封雨兰盛开的山坡, 她的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裳。 我轻轻摸了摸她的头, 身体一阵轻盈。 来到一片混沌, 便听见有人喊我, 念念, 乖乖, 妈妈。 我转过身, 抱住三个孩子, 在父母中间, 走向光亮。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